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这个Clinium当中 如何去设置这个代理的IP 对吧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使用这个浏览器 就使用这个Clinium去操作这个浏览器 但是如果你访问的页面比较多的话 那么也有可能被别人识别为你这个 这个东西是一个爬虫 所以这种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来给他设置这个代理的IP 那么在这个Clinium当中是这个代理的IP的话 你要根据不同的浏览器来做不同的事情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是以这个谷歌浏览器为例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教大家如何在这个谷歌浏览器当中 设置这个代理 在这个谷歌浏览器当中 手机的话你要先创进一个什么 Chrome Options 这个东西的话是专门用来去存组一些 设置浏览 设置Chrome浏览器的一些这样的选项信息 然后的话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去添加那个参数 在这里面的话 你就可以给他指定这个什么呢 那个代理的信息 就是这个propercy server 代理的服务器给他指定为你的那个代理的服务器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 写完这个Options以后 接下来这里面再来创进这个Chrome的时候 再把你写好的这个Options 再传到这里面来 传到这里面来 接下来所有的操作就跟之前操作是一模样的一模样的好吧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就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跟大家演示一下 好 这个地方把它给 先把它给删掉吧 先把它给删掉 是Options 是Options Add Augment 然后这个里面传一个参数 干干PRO XY PRIXY代表的是代理的意思 干SERVSERVER 就是那个服务器 等于那个什么呢 HDP 然后的话 写干 后面跟你的那个 代理的IP地址 以及对应的那个端高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里面 来 来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代理 这个地方有一些代理 比如说找到那个快代理 好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开放代理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用那个付费的 我们就用这个开放代理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了 好 这个的话 我们要去找那个什么的匿名度 匿名度为高匿名的话 就是你在访问别人的服务器的时候 别人压根就不知道你这个 这个请求是使用的代理 那么如果你使用的透明的代理的话 那么别人拿到你这个请求以后 他还是知道你 他还是知道你的那个真实的IP 好吧 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匿名代理 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来复制一下这个IP地址 可能加C 只要的话再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我们的这个代码当中对吧 这个地方再加上网号 后面再加上这个端高 端高的是8123 可能加C复制份 然后的话这一般 哎这里啊 好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代理就把它给设置好了啊 代理设置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创建一个那种 Chrome浏览器啊 这个driver DIV啊等于什么的 wrap driver.chrome对吧 然后的话这里面需要藏地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这个 呃那个driver 他那个路径啊 那个路径的话 我们把它给拷费一下啊 这个吧 来恐龙加C 然后拿到这里来啊 这个吧 恐龙加V啊 这个方式等于那个什么 driver pass对吧 然后啊 呃 等于这个dra pass 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的chrome options啊 等于这个options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代理把它给设置好了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验证到我们当时这个请求是啊 是确实实实使用的这个代理呢 非常简单 我们现在去访问一下这个网页啊 访问一下这个什么的hpbin.org 这个网页的话 你在上面就可以看到你当机的这个ip地址 明白 我比如说我们点一下ip 啊 那么现在我没有使用这个代理的话啊 那么我的ip地址是119.395.04.4对吧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我再来使用一下这个代理了吧 好 这个driver点那个什么呢 driver 点driver点get 然后是那个hp 然后是那个呃 我我的考直接考虑一下啊 就不写了 可能叫c 好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啊 拿到这个东西以后啊 保存一下啊 呃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来用心了 因为他会在这个流浪器当中打开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右键再来指定一下啊 好 等着他到这个打开啊 啊 现在看一下他的这个ip地址 看一下是多少啊 呃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这个啊 代理 所以的话 他有可能启动的时候比较慢 好 因为如果这个代理不稳定的话 那么 就是说这个代理啊 可能有些时候用得了 有些时候用不了啊 那么的话就 需要等待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可能等的时间太久了 我们就不去等了 我们再来换一个ip啊 再来换一个代理ip啊 好 这个的话是高匿名 对吧 那么我们赶紧用这个啊 他是在一秒之前啊 不是 最后验证时间是在四分钟之前 四分钟之前 他验证了 是可以用的啊 那么我们赶紧来用一下 他的端稿是80到稿的吧 80 好 再来走一下 好 来看一下啊 哎 希望能够访问这个免费的代理的话 就是不稳定啊 如果大家以后啊 在公司里面真正的做爬了的话啊 就要去买那些啊 付费的代理啊 付费的代理的话 他是比较稳定的啊 比较稳定的啊 还不行吗 还不行的话呢 我再来找一个啊 找一下这个吧 哎 这个不行了啊 这个 好 那个 他的端口是8123啊 8123 123对吧 这个走一下啊 足费的代理 再来看看 再来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带领啊 好 来看看这个啊 他的那个端卡是多少28149啊 28149 好 我们再来走一下啊 太上星了 这么多代理读用不了啊 他这边支持的类型是HTV和HBS对吧 没问题对吧 行吧 我们再来测试一个哈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去测试了 反正这个东西是肯定可以的哈 因为 我背课的时候是 就是之前啊 也是这样做的哈 就是 我自己写盘上的话也是这样写的啊 就是没什么问题啊 不过是现在这个代理是一个免费的 所以可能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啊 再看一下这个吧 好 现在有了啊 终于有了啊 好 那么之前我们的那个 那个IP地址是多少啊 最近的我们的IP地址是不是 119.39.90 现在是不是变成了60.17.237.207啊 对对啊 那么这样的话哈 就是 你要爬取的那个网站的那个福气啊 他即使获取到这个IP地址啊 那么也是获取到这个代理的IP地址 对对 这的话他就不知道你的真实的IP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 就比较安全了 对对 就是说 如果被发现了 那么我就换一个啊 换一个IP来打 来 来 来请 来请求 对对 好 那么这个设置这个代理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好吧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 客人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